女人一屁股坐到前上 等站起来后 快速落下裙子将钱遮住 见老师没反应 一弯腰 把桌上剩余的钱全部拿走 还用嘴亲了一口 然后掀起裙子 将一叠钱塞进左边裤腿里 接着掀开另一边 把剩下的钱塞了进去 这时老师说 赶紧回到座位上 他慢慢转过身 把裤腿里的钱拿了出来 竖起终止 让男同学不要声张 随后给了旁边的小伙一叠钱 见老师转过身来 他急忙把钱夹到本子里 然后老师开始发试卷 女孩一扭头 看到裤腿里的钱 顿时两眼放光 趁老师不注意 急忙抽了出来 掀开头发 把钱藏了进去 等发完试卷 老师说考试时间只有五分钟 可刚要坐下 发现包里的钱不见了 他顿时傻了眼 随后问大家 是谁拿走了钱 大家都说不知道 这可怎么办 突然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让小帅先维持下考试秩序 然后走了出去 来到校长办公室 把情况说了一遍 老师刚走 二翠就站了起来 拿起衣服想要离开 却被小帅一把拽住胳膊 说考试时间还没到 谁都不能离开 可二翠却轻蔑以笑 说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去哪儿 你管不着 随后一把将小帅 按到座位上 嚣张地走了出去 可走到门口时 听到老师的对话 吓得他急忙停住脚步 止不住地摇头 突然他邪恶以笑 想到个好主意 等两人回到教室后 后面的女生说 他的笔没水了 老师让他去前面拿 可拉开抽屉一看 里面还有两打钱 他顿时张大了嘴巴 见老师没看这边 他抬起大长腿 放下丝袜 拿出钱后放到腿上 用胶带粘了一圈 接着套上袜子 做完这一切后 才把笔拿了出来 大摇大摆地回到座位上 他趁老师不注意 掀开袜子 抽出一叠钱 递给了旁边的女生 还机长庆祝了下 没过多久 考试结束 同学们纷纷交上了试卷 等再次回到教室 老师说 咱们这次不仅考知识 还考你们的人品 如果现在主动交出钱 就算考试通过 否则就是不及格 同学们都说 不是自己偷的 老师也不惯着他们 对第一个女孩伸出了手 说你偷了我裤兜里的钱 交出来吧 他这才不情愿地 从领子里掏出钱 还给了老师 不过还是不及格 把他请了出去 第二个是小个子 他没有多余的话 把抽屉里的钱拿了出来 随后离开了教室 到最后一排时 老师同时伸出两只手 他们知道在劫难逃 于是把钱递了过去 结局跟前面的同学一样 随后二岁站了起来 说我家有很多钱 根本不在乎这些 不像某些人 还靠着奖学金生活 老师却说 刚才我去校长办公室 调出了监控 发现你把钱拿出来 都放到小帅的书包里了 校长看到这一幕 也很吃惊 二岁听到这些 脸上有些挂不住 气呼呼地走了 而之前小帅发现 书包里的钱后 非常紧张 他知道自己被人陷害了 于是背着书包找到校长 把包里的钱全部上缴 老师说 所有学生就你最诚实 这些钱是给你的奖励 你说他应不应该要呢 人们正在玩水上滑梯 突然一个工人爬上铁架 对准管道上的裸丝 咔咔就是一顿拧 将裸母取出来后 用力把裸栓砸了出去 没过多久 就全部卸了下来 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当小美从上面滑下来时 突然管道裂开 看到这一幕 吓得她急忙用手撑住两边 可惜力气不够大 管子又非常滑 眨眼间来到近前 眼看要掉下去了 他急忙抓住管子边缘 并不停地大声呼叫 教练听到声音后 立马跑了下来 大壮看到上面挂着个人 一把推开女友 顺着梯子往上爬 让小美再坚持一下 可水还在哗哗地往下流 他快坚持不住了 危机时刻 教练终于滑了过来 他急忙抓住小美手臂 等大壮上来后 两人一起用力 才把她拽了上去 幸好有惊无险 其他人想帮忙 却晚了一步 随后他们来到监控室 找到了破坏者的样子 出来后 看见她正在欺负小美 大壮见此情形 一溜烟跑了上去 剑来人了 小伙转身就跑 跳下滑梯 却被一把抓住了裤子 当滑到下面后 小伙提起裤子就跑 大壮两人立马追了上去 剑逃不掉了 他急忙朝前方跑去 来到滑梯上 开始往上爬 还要躲避上面的人 一不小心就会隐恨西北 幸好两人反应足够灵活 躲开了一次次袭击 小伙一抬头 见教练在前方堵着 他急忙翻过护栏 跳到对面滑梯上 正当他以为逃出生天时 不料小美找到了小黑 见对方滑下来了 小黑伸出双手 一把将他死死抓住 这下他是跑不了了 看完这个短片 你还敢玩水上滑梯吗 把炸药绑到大树上 然后举起AK 瞄准目标 扣下扳机 就发生了爆炸 可万万没想到 树上的一颗子弹 竟然飞了出来 正好射中男人心脏 趁着还有意识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求救电话 救援人员赶到后 看到炸断的大树 陷入了回忆中 原来一年前 男人的妻子 就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 消防员割断绳子 把女人放到单架上 然后开始按压胸部 进行紧急抢救 而男人则冷冷的站在旁边 还说为什么要抢救 这时发现女人身上有勒痕 经过调查得知 女人经常被家暴 在一次施暴时 她忍无可忍 举起了手枪 男人认为她不敢开 刚要冲过去 枪就响了 可惜没有打中 树上则多了颗子弹 她急忙夺过枪 上去就是一巴掌 还说你想离开我 应该朝自己开枪 而不是我 随后转身就走 女人受不了屈辱 这才上吊自杀了 可一年后 当初中弹的大树 竟然枯死了 连专家都表示无能为力 于是在上面绑满炸弹 还看了眼之前的子弹 随后举起AK 扣下了扳机 不料子弹飞了出来 不偏不倚 正好射中心脏 等救援人员赶到后 她已经没了呼吸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牢过水 所以不要做坏事 男人正在洗澡 女友悄悄将水温调到140度 顿时烫得大壮哇哇直叫 急忙去关领域 却怎么都关不掉 女友看到这一幕 笑得前仰后合 随着温度不断升高 大壮越来越着急 脚下一滑 就摔到了地上 浴室玻璃上都是鲜血 原来她是个科技迷 家里都是智能设备 先冲了杯咖啡 刚拿出牛奶 音乐启动 吓了她一跳 这声音也太大了 擦完牛奶后 看到咖啡满了 让小杜关掉 她一气之下 拔掉了插座 就算这样 她也没意识到情况不对 随后想洗个烂水澡 小杜将水温设定到37度 熟不知前女友早就偷偷登上后台 从远处操纵着一切 出于报复 将水温调到了140度 随着温度升高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女人非常害怕 急忙关闭了淋浴 放大画面定睛一看 墙角竟然有血迹 这下玩大了 她急忙拨通了911求救电话 救援队很快来到这里 刚按了下门铃 摄像头对准他们一顿扫描 随后打开了门 黑米顿时吓了一跳 这也太智能了吧 打开浴室门后 急忙进行检查 发现人已经昏迷了 皮肤二级烫伤 头皮出血 有轻微脑震荡 而头发上还有洗发水 说明摔倒时水还开着 是谁关掉的呢 接着将大壮抬上了担架 这时她终于醒了过来 当得知是前女友抱的警 她情绪非常激动 没过多久 警察就敲响了女友的门 你说她有没有可能会被关起来呢 医生竟然从女人眼睛里 取出一条宠字 紧接着是第二条 第三条 就在刚刚 小美做完瑜伽 慢慢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定睛一看 她的眼球竟然是白色的 眨了几次眼后 还是一样的结果 吓得她哇哇直叫 急忙拨通了911 救援人员赶到后 她还想去开门 可惜撞到桌子 摔了一跤 他们只能破门而路 随后将小美扶到凳子上 经过询问得知 她之前视力一直5.0 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没用过新的化妆品 也没有任何过敏反应 那怎么会这样呢 医生检查后发现 眼睛有些肿胀 还有一些炎症 接着掀开眼皮 这样不像白内障 突然一条虫子 从眼球上爬了过去 这可怕小美恶心坏了 虫子怎么会钻进眼睛里呢 队长说是牛营 专门寄生在牲畜身上 从眼泪里吸取营养 在眼睛里产卵 小美说这不可能 我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牛 不过跟其他动物接触过 原来她是瑜伽老师 授课方式非常特别 为了让学员保持平衡 在他们背上放了山羊 可昨天上课时 突然一只苍蝇飞来飞去 这或许就是原因 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取出20条小虫后 视力这才恢复了正常 眼睛也不再浑浊 可看到小虫后 它还是忍不住远了出来 随后问一声 兔子身上没有这种寄生虫吧 又把主意打到了兔子身上 听到这里 你还同情它吗 一只大脚从天而降 狠狠朝地球踩去 定睛一看 太空中竟然有个超级绿巨人 而大脚的目标正是青城山 可在落下的瞬间 大脚被一个透明结界挡了下来 就在不久前 闪光老师一个人无聊地踢着足球 不料球被一个僧人截了去 原来一群和尚前来挑衅 想跟忍者校园的学生踢一场足球赛 而对方是脚踢谢贤 赢过张卫健 击败欧冠 横扫全球的魔鬼少林队 恰巧学校的精英都在实习 根本回不来 于是先找到小雷 只见他眼睛一瞪 伸出闪电手指 眨眼间将破碎的风扇焊接好了 随后找到在街头表演双截棍 正零花钱的小李 第三个是大地式小鹰 此时他正在健身馆当教练 紧接着找到八卦掌传人肉丸哥 还有没一记之长的肥仔 虽然是临时小队 可战力不容小觑 比赛这天 刚一上场 双方就擦出了火花 小雷想在笑话面前表演下绝技 不料对方已经布下了十八同人阵 星也更是念出往生咒 小雷瞬间失去心智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小鹰却一点都不害怕 微微笑后 刚要抢球 不料对方速度更快 一脚将小鹰踹飞出去 足球则深深迁路门助理 僧人又是一脚抽射 将肥仔撞飞几十米远 小李想去抢球 可没盼和尚速度快 还被一拳垂进大楼里 名人刚想动手 没想到对方拿出激光灯 名人体内的天狗之力瞬间激活 被当成狗耍了起来 这是星爷脚踩足球 用出大力金刚脚 危机时刻 球却被露完歌挡了下来 随后双手画圆 场中出现个八卦图案 接着用出一扬指 干翻对方一软后 将足球甩了出去 名人抬头一看 紧跑几步 聚集起丹田之力 猛的一吸 把天狗之力全部注入足球中 然后小嘴一张 射出一道光柱 威力穿透了外太空 可就是这么厉害的招数 竟然被小尼姑挡了下来 以柔克刚 小雷接到球后 把水倒在上面 跟小鹰一起出战 还撒了拨狗粮 和尚见状 急忙用出铁头弓 却被两人轻松躲了过去 没想到乐计生悲 小雷一个没注意 踩到香蕉皮上 就在他即将落地时 大脚趾踢到了足球 小鹰一记重踢 朝尼姑射去 而这次 他的尹楼克刚 竟然失笑了 原来刚刚小雷 故意把球弄湿 将闪电之力传到足球上 然后闪电之力 进入尼姑体内 麻痹了他的身体 这才成功进球 星爷健壮 非常生气 只见他盘下身子 睁开血轮眼 瞬间身上多了层金色护照 紧接着空中就多了个绿巨人 他缓缓站直身子 然后抬起42码大脚 用力踩了下来 而目标正是这个足球场 眼看大山要被移为平地 危机时刻 空中竟然出现个结界 挡住了大脚的进攻 正在这时 三名陆侵者 偷偷从缝隙里钻了进来 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见任务完成 魔鬼少林队一溜烟逃走了 地球守卫者察觉到一场 一个闪现来到事发地点 大脚见不是对手 急忙撤了回去 一场足球盛宴就这样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超能力神通 你最喜欢哪个呢